我们接着看我们这一个犯罪学概要呢 我们第二个代表题型 也就是我们的这一个试题三 第三题 同学按照我们刚才试题二第二题的做法 仍然一个题目出来 不管深论题或实例题 我们仍然从他的答题指标呢 来加以分析 以确定这一个题目 命题老师要我们去思考的方向 以及他的范围 同学这个呢在上一题里面 都已经详细的解释过 OK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这样子一个题目 刚好很巧的我刚 我常在讲 深论题 他常常提文的内容呢 就是答题指标 因为深论题的内容会比较短 所以他可能既是提文也是指标 如果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话 同学你就知道 什么是梦然与三口 一语两知 既可以知道他的方向范围为什么 同时也可以了解这一题的主要的 你要去审的方向是什么 来同学 就是行程问他的这句话 很巧的就是题目内容 犯罪被害者学 虽然题目没有这个引号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是一个学科 一个学问 所以我们自动先把他引号起来 的主要理论 有哪些 同学 这样子是不是靠这些文字呢 才有办法形成这个问号 所以这一段就是我们讲的指标 接下来 还有一个 这算是最后了 是说明字 同学 这个就是 这个初题老师呢 给我们的提醒 提醒什么东西 提醒你不要看到主要理论 问有什么就马上写A B C D这几个而已 还有 有这个标题 这个种类 这个理论 A理论 B理论 C理论 D理论 还要去内容做个说明 当然如何说明 这个也是一个主要的 指标跟范围确定 OK 那我们把这个答题指标找到了以后 当然接着开始来做分析的工作 怎么分析 最简单的分析方法就是 医文解译 我会说老师我最怕就是你这个医文解译 因为 从小到大我什么都会数学英文 我都遇到数字我很强 就是对文字的解析 程度呢 会比较欠缺 没关系 如果你比较欠缺的话 其实医文解译他也没你想的那么狼 我就一个一个示范给你看 其实这个你都会做 来一起玩吧 犯罪被害者学 OK 先分析这一个概念 同学仍然强调一点 我没有学过犯罪学 我犯罪学的实力呢 或对他的认知 绝对比你们看的人还要差 那我怎么去分析这个犯罪被害者学呢 我没有学过犯罪学但是有一个跟他有一点相关 跟这刑法 刑法刚好也是在讨论 这样子行为人的行为算不算犯罪 那我们都知道算不算犯罪的检定里面不是有过程中 那在该端性违法性跟罪责 那在该端性里面有一个行为主体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被害人 OK 那我们对他已经有一个根基了 这个是我一直在讲的 如何有已知来推卫之 我已知的是什么 对刑法刚好也有这样子相类似 或者是雷同的概念 好 既然 虽然是不同的学科领域 一个是犯罪学 一个是刑法 但是不同的学科会用到一个相同的概念 或相同类似的一个用语 然后代表他们之间一定有共同性 OK 所以我用我已知的刑法概念来解读一下 什么叫做犯罪被害者学 第一个 犯罪这也没讲 学刑法的人知道什么叫犯罪 学犯罪学的人当然也知道什么叫犯罪 OK 那被害者呢 就是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那个人 同学 什么受侵害啊 刑法我们想一下 刑法不就是保护法义吗 法律上的权利跟利益 那被害是什么东西 被这个行为所侵害所损害 或者是有损害的危险性 不就是你的什么 权益吗 在整体的话是国家的权益 社会呢 也有社会的法益 或者是权益 个人也有 同学 就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做犯罪被害者 他不用犯罪被害人呢 因为在综合刑法来看 我们有国家的法益 社会的法益跟个人的法益 那个人是个人没有错 可是国家跟社会你很难跟他讲 他是个人 所以我们用者的话呢 是代表范围比较大 不会局限于个人 要不然个人的话 大概就只有财产权里面的那些 跟自由权 人格权的那一些 范围比较小 所以他用被害者 同学 这样是不是这样解析 到现在我们用犯罪者 是用刑法 来 那是不是代表 因犯罪而权益受有损害者 这个就是代表国家 或社会或个人统成者 OK 那这样子没问题 现在还要来分析一个东西 叫做学和畏学 同学 学不就是一种学问吗 这是一个一文解语 我相信学 你们都会自动借学问 或者是学科 那就是代表 他是一个什么 知识 专门的一种知识 而这样子一个研究的领域 专门的学科 学问 通常同学 学问构成这个学问 这个学科 是不是有许多的观点 也就是许多的理论 所形成的内容 比方说最简单 还是用刑法来讲 刑法是一个 主要的于我们讲的科学的 怎样一个学科 而在刑法这个学科里面 是不是包含了 有很多很多的理论所组成 同样的重视在我们 以刑法这个领域里面的某一个学 某一个什么研究领域里面 比方说犯罪的主体 有单数 尤其说犯罪的主体的人数 这个地方 这个学 这个学问里面 是不是有很多理论 有什么样的理论 共同正范 单一个人的话 就叫单独正范 或间接正范 是不是两种理论在研究 一样的 如果说犯罪人数有多的话 那这么多是不是有不同的看法 或是论点来解读 这样子多 谁是怎样 都是叫正范 或者是有一个人叫正范 其他人都叫做参与范 或帮助或教授 这是不是有很多学说理论在看 这个呢 就是怎样 学 所以同学你要知道 学就是有很多理论 所组成的学问 学问什么叫学问 那就是有很多观点 很多的什么理论 所共同组成的一种知识 或者是一个研究的领域 你知道吧 以上都没有用到犯罪学 用刑法跟我们什么 对中文 对中 所谓的中国字的什么 解析 解读 好 这样加起来 是不是变成怎样 有一种学问 这样学问是有一些理论呢 有一些观点为他的内容 融合很多观点理论呢 组成一个学问 所以学问在干什么 在于探讨 因反罪而立权益 受有损害的人 同学 这样子是不是把它变成 犯罪被害者 学 OK 那同学 其实不用看到主要理论有哪些 这个时候我们当然会开始去想 这样子的一个学问或学科 有哪一些理论 哪一些观点 所组成的啊 同学 这是不是我们会探导 刚好他就是给你一个指示 从里面去 怎样 主要理论有哪些 同学 这样是不是更呼应我们刚才指标的分析 尤其在这个地方 其实你就不用看到主要理论有哪些 其实从这一个被犯罪被害者学 当你能够分析出这一段 有许多观点理论 形成之内容的时候呢 你就会开始有一个怎样 往更深层的 这个就不是叫做什么 因为分析所得来的更深层的体验 今天这个学说 这个学科学问也好 他是以谁为他要研究的对象 进而形成里面包含那么多理论呢 同学 他是不是主要立于被害者的角度来看犯罪的啊 他是专门 他同学他跳脱的领域 不是看从环境 从社会 从整体的来看 或是从这个犯罪的人的心态 等等去做研究 他反而呢 走到另外一个角度来 从谁 从被害的人犯罪 因犯罪而权益受损害的这个人 这个责来看 看什么 为什么 他 为什么他 老是的或者是会成为被害者呢 同学 这就是一个不同领域的学问 跳脱出来 或许以前大家都站在 为什么你要犯罪 现在 换一个角度来看 为什么我会被受害人 对啊 逼人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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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老是是我 从这个地方 或许也可以来 解读 来研究犯罪的成因 刚好 里面有这么多理论 都站在这个角度呢 来形成他们不同的看法 共同组成这个犯罪被害者学 是不是这样 同学到这边还是一样用刑罚 以及怎样中文字的解析 所以说犯罪血管困难探 还好吧 来 像我这种肉开 都还会了 你以为比我更强 有什么不会的 来 当然有哪些就加下来 那理所当然 其实不用看到有哪些 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什么 有哪些在此学科 就学问教具 影响性 及通俗性的理论呢 老师你看特别强调 这个影响性跟通俗性 因为来自于我们看到 这一个指标词主要 重要主要一样的意思 那代表这个理论 可能有非常多 可能不止ABCD 有一大堆 都是站在被害者的角度来研究 为什么会犯罪 那这么多里面 我要你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最主要的 主不主要重不重要 怎么判断 简单嘛 理得上最具有影响力 同俗性的 那个就叫做主要 那就是说我们人 你就看这个是怎样 somebody 或nobody 怎么判断 somebody 就是我们说的VIP 重要的人物 nobody 就是一般 我们说的深井小米 那怎么分 看谁 最有影响力 谁 能够通俗的 对大家所接受的 就是我们说的VIP somebody 重要人物 不就是这样吗 OK 这么多的学说理论 去找哪一个最具影响力 最重要 并且可以流传比较久的 那就是给你下揣就对了 同学这样子指标分析 其实跟审题也快差不多了嘛 这就是我讲的 如果题文内容等于指标词的话 往往会既分析指标 要知道这一题的出题 审题 答题 方向跟范围 YES 做好审题的工作 来 同学还有这个 不要放过这一个两个字 说明 何谓说明 刚才上一题已经讲过 要怎样东西 你要怎么说 才让人家明白 让人家接受 让人家愿意听 很简单嘛 第一个 先把你的理论讲出来 你有怎样的意见 当然讲出来的话 不以为然的 可能会一堆 OK 我要把你的不以为然 拿掉 让你接受就加什么 还有什么样的证据 接下来 如果能够来一些例子 让我是不是更相信 所以说明就是 对你找出来 具有重要性 影响性的这些理论 怎么去展现 它的主要性 重要性 或者是怎样 去介绍这几个理论呢 请从这几个理论 有怎样的意义跟内涵 就是它的讲什么 有什么证据可以支持 它这样子是对的 如果有例子来举下 会达到更漂亮的效果 这就是你什么 答题的范围啊 里面下上面有这里的导案 纵使你知道ABCD 这四个学说 这四个理论 OK 这四个理论内容要写什么 不就是配合说明 就是这四个ABCD 理论里面 它讲的是什么啊 有没有什么证据支持 它的看法是对的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这具一个实际案例 确实 有一些犯罪的产生 真的是来自这样子的原因 这就是相对好的答案内容 这就是我们指标识的分析 这样有问题吗 接下来 只要靠你们的专业 那就真的要靠那30% 30%什么 那你有没有读过这个东西啊 有没有背啊 这样而已啊 是不是 那70%的我帮你做好了 不是这样嘛 OK 同学 这就是我们的答题指标的分析 这样分析 没听过吧 好不好玩 做好玩 同学 我听着你们大家看影片 人家回答 做好玩 我好玩 就是这样子的好玩 好玩到 我们可以忘了 自己犯罪学 到底有学没学 熟不熟 就可以看出 这样子的一个天地出来 对不对 任我龙音 那个什么 公读生的歌 很好玩的老师 OK 来 答题指标分析完了 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什么 整体技巧 错 这个时候让你们感受新的东西 跟着问题意识的感触 什么叫问题意识 要感触什么东西呢 来 马上来